1718 中六 MOC EXAM 卷1A 29 這個結構與我們現實生活真正的輸電 其實都是類近的 為什麼輸電類近呢? 就是由電力公司那裡 我們叫輸電的輸入叫做 VIN 接著它會經過一個升壓器 STEP UP TRANSFORMER 升高的電壓 因為升高了電壓 我們當這兩點 各位同學 我現在記住這個位置 叫做 VIN 叫做 VIN 就因為由電發電站去到你家 有幾十km那麼遠 就要經過一條輸電纜 那條輸電纜就會搶走你一些電壓 那搶走多少電壓 就要看看電阻有幾大 看看這個電阻 我們統稱它為細R 兩邊加起來當細R 那情況就是 原來由電力公司開始 那個叫 VIN VIN變VLOT 就是靠升壓器 所以 VIN和 VLOT之間的關係 就是靠升壓器的摘數比例去看 好了 但是進入這個圈之後 進入這個圈之後 這裡就是那個帶 它首先取得能量或電壓 由它分佈 其實這裡就會出現V-Lot 由升壓器取得到之後 就等於V-1是泛指流失在電纜內的電壓 有剩的那些就會給了分區輸壓站 這個位置就是分區的電壓站 這個位置取得電壓之後 就會將它降壓 Step down 接著V-2除V-out 就會等於另一個窄數的比例 窄數的比例 為什麼輸電的時候要升高電壓呢 為什麼V-Lot大一點有利益呢 這題的重點 因為當輸入的功率大約是一個常數的時候 電力公司用燃燒煤去發電 大約每秒鐘給到的能量是一個常數的時候 其實就會等於V-Yin V-Yin就是這個 V-Yin 就成以I-Yin 就會成以I-Yin 為何這麼緊張要升高電壓呢 因為當輸入大約是常數的時候 V-Lot升得越高 V-Lot升得越高 在這條路上高流失的電流就會越低 於是我們說 在輸電過程中的流失 可以嗎 就會是I-1-2次R 就可以減到最低 而在這裏 虛號了V-1拿不回那個 也可以減到最低 所以整條題目的邏輯是來自 他就問你 增加輸電過程的電壓 英文都這樣說 那個process 輸電過程是說V-Lot 是說這個位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V-Lot上升有什麼結果 V-Lot上升 這個位上升有什麼結果 第一 輸電的電流會減少 剛才說了 因為由發電廠出來的功率 是一個常數 這樣就會等於 V-IN I-IN 亦都會等於 V-O乘以I-1 所以V-O上升 V-Lot上升 I-1就會下降 所以這個是正確 接著 這裏拿到那個就會上升 這句是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V-1拿到的 就是你剛才拿到I-1 成一個固定的電阻R 因為剛才提過I-1 是會下降的 所以V-1都會下降 所以第二句是錯 第三句 在一個輸電纜裡面的功率損失 就會是我剛才說過的I-1二次乘R 或者是V-1乘I-1 都對的 因為V-1會下降 I-1都會下降 所以V-1、I-1 即是損失的功率也會下降 所以這題當然是正確 所以只有1、3是正確 所以這題是BY